来公安局配合我们调查 没有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发生了这么大事 我们很希望能够帮上忙 公交车上没有幸存者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沿途上下车的乘客 了解车上发生的情况 我们调取了沿站的监控 看到你们是在事故之前一站 下的车对吧 对 沿江东路站 我们也没有想到 一下车 车就爆炸了 我记得看到监控 你们表现出来的状态 好像是临时决定下的车 是这样的 我男朋友吧 他前两天在公交车上 丢了一个书包 就这条线 当时开到沿江东路站的时候 我们就看车下有一个男生 他背了一模一样的书包 我们就想下车问问 结果发现吗 不是 他还没上车 你们就发现包很像 因为他那个书包是背在前面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明显 为什么不等他上车之后再切人呢 我们当时可能太着急了吧 我们问过背包的那个小伙子 他说你们俩把他推下车 然后 拉开他背包的拉链 再检查 是吗 这我就不明白了 不管你男朋友的包是被偷还是被抢 过去那么多天了 包里的东西早就换过了 你们 为什么还要拉开包的拉链呢 在检查什么呢 看外面 不能确认吗 这 我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你们 什么时候知道出事了 那个男生他包里有一只小猫 猫跑出去了 我们刚把猫找着 就看见爆炸了 觉得意外吗 当时还挺意外的 虽然不是下车早了我不也明白 是啊 诶 你在哪边上的车呀 自己一个人吗 你在车上待了多长时间 我是在高新区上的车 预约的跟我女朋友同一班 她是在大学城站上的 我们俩坐了有十几站 差不多一个小时 在车上的时候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包那个事 你还觉察到有什么异样的人 异样的人 还真有啊 有两个男的还挺不正常的 一个是坐我们旁边一个大叔 他一上车就看手机 鬼鬼祟祟的 然后我旁边放了一个特别大的箱子 时不时的还护一下 挺奇怪的 还有一个大爷他坐前边 脚下是一个设备带 里面装的好像是西瓜 但每次别人路过的时候 他就特别紧张 这 这 这 感觉都挺不正常的 这在家里面会回复 我们刚才看了 对 这到的 对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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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